台东县100年度灾害防救济全民防卫动员万安34号演习 由黄建廷县长担任总指挥官 副参谋总长吴达鹏上将 经济部水利署副署长杨丰荣为副统裁官 预设凤凰台风即将清洗台东地区 并造成了土石流道路桥梁中断等等 由台东县政府团队以及台东市公所团队 空中勤务总队空军455连队 内政部消防署特总收救队 以及台东后备指挥部 陆军台东地区指挥部 联勤第二地区指挥部军单位等等相关人员 共计800多人参与演出 演习项目包含了有地震 风灾以及土石流灾害的预防 而在戏部分包含有灾前预防以及准备 海啸预警以及避难疏散演练等等七大状况 所有的流程相当顺畅 而参与的人员动作逼真 让整个参观人员都给予高度的肯定 背后黄县长表示 感谢各单位的卖力参演以及演练 而由于中央以及地方的充分配合 才能够有4月26号这天非常圆满的演习成果 这次的万安演习是为了要达到自救救人的成效 让民众对于台风来时能够有出奇的应变效果 而当真正灾害来临时能够宁为不乱 来做一个惊讶版的一个演出 从各位演出的程度可以看出来 各位对于各种状况的处置都非常的娴熟 东台新闻部在台东的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